鱼可的鱼爱 现在我们看到在去主页的是鱼可鱼爱的妈妈叫二孙 左边那个在树上的那个呢 看一下那个后背 应该左边的那个应该是鱼可 然后躺在这个树下的应该是鱼爱 对对对 那个是鱼可 鱼可鱼爱兄妹俩不仅继承了爸爸蔓月梅的外形 也遗传到了爸爸的超强厚制力量 看小小的鱼可也有点会站起来的意思了 在妈妈这一只的遗传系统里 哥哥熊鱼可则是继承了家族里男熊的特征 虽然是小男生 却是喜欢黏着妈妈 一副娇滴滴的样子 二顺家的老大 鱼可的哥哥家叛叛 就是个黏妈妈的男熊 而妹妹熊则是继承了二顺家的姑娘的特点 性格活泼 胆大又独立 和她的姐姐佳月月是一模一样 网友说 二顺妈妈也真是厉害 总是生龙凤胎 就连孩子的性格都能一模一样 重庆动物园的饲养员给妹妹洗澡 妹妹不配合 一个劲地反抗 再看旁边的哥哥鱼可 带着零食一边吃一边看热闹 以后还换一个角度 又或是自己玩自己的 等到饲养员准备给自己洗了 一溜烟就跑了 去年 鱼可 鱼爱在重庆出生 也是轰动山城的大好消息 他们2022年7月出生 到了今年的3月 两个娃娃都半岁了 他们的名字才终于敲定 而这两个娃娃的茁壮成长 除了妈妈二顺的心血之外 还有这位奶妈的付出 我们的话一共有展出的大熊猫 有20只 然后今天呢 由我给大家简单的课图讲解一下 大熊猫的知识 在这个野外的话 我们大熊猫的话 它主要采食的是我们的竹子 还有竹笋 但是在我们捐养的情况下呢 有我们那个饲养员 给它准备的金饲料 所以在野外的大熊猫的话 它一般的平均年龄会 只能重活在20岁以上左右 然后在我们捐养的情况下的话 它可以重活到30岁以上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熊猫平时吃的东西 有我们的那个玉米粉 还有那个麦片 还有这些钙片呀 这些黑米粉啊 然后你们可能最感兴趣的 可能就是这个东西 我头 你们闻一下吗 很香的 小朋友来闻一下 重庆动物园的这位奶妈 因为和鱼可 鱼爱的很多互动 被大家所认识 网友说 这是熊猫界最温柔的奶妈 哥哥鱼可现在这么妈宝 一半是给亲妈二顺宠的 一半就是被这位奶妈宠的 更多人则是表示 真羡慕这位奶妈 恨不得能浑穿它 也可以和鱼可鱼爱亲亲抱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